很多人说行秦二世而亡 但是除了秦始皇与胡亥之外 还有一个子英 所以事实上寻找是三世而亡 也有人说随二世而亡 但理论上来说随朝是五世而亡 第一个是随朝的开国随文靖阳间 第二个是随朝的开国随文靖阳间 第二个则是随阳帝阳广 第三个则是随公帝阳幼 第四个则是随秦王阳号 第五个则是随阅王阳洞 其中阳洞与阳幼的父亲 被追封为世宗孝城皇帝 这次给大家讲一下随阅王阳洞的故事 他短暂的一生经历了什么 为什么死前喊着 往再也不生在帝王尊贵之家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阳童在公元604年出生在随朝的帝王之家 是随阳帝阳广的孙子 父亲则是当时的元德太子阳昭 因此童年的阳洞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 在大业二年 元德太子因病去世 两岁的阳洞因此没有了父亲 可是阳洞在母亲流良帝的精心照顾下 也依然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而阳洞也不负众望 为人心性宽厚又聪明伶俐 深得随阳帝阳广的宠爱 两岁之时就被封为岳王 再加上太子阳昭英年早逝 所以随阳帝阳广把阳洞与阳幼两兄弟 当继承人来培养 此时的随朝依旧强盛无比 随阳帝阳广也喜欢到处去巡游 而当时的阳洞太小 就让他留在东都洛阳 后来随着随阳帝阳广的穷兵独武 大兴土木 强大的随朝也迅速走向衰落 而幼小的阳洞无力对局势进行掌控 所以也导致了阳洞一生悲惨的命运 大业九年 礼部尚书阳玄干 离阳起兵返随 且集中兵力围攻洛阳 由于洛阳城池坚固 加上阳洞 在民部尚书梵子盖等人的辅助下 一同抵御叛军 到击败叛军 平定了阳选感治乱后 随阳帝听闻此事很高兴 于是加封阳洞为高阳太守 让他继续镇守东都 大业十二年 随阳帝前往江都 命金紫光路代付段达 太府清元文都 民部尚书为金 幼武为将军 皇府吴义等人 辅佐阳洞守卫东都 当时天下已经大乱 各地群雄并起 纷纷起兵反随 洛阳也受到了严重威胁 大业十三年 瓦岗军在敌 让于黎密的带领下进攻洛阳 夺取洛口舱 对洛阳城的粮食供应造成巨大威胁 杨栋只得派兵出战 结果被瓦岗军打败 损失惨重 但杨栋凭着洛阳城池坚固 及守军众多 使得瓦岗军始终无法攻克洛阳 双方因此互有胜负 都无法彻底击败对方 于是陷入长期的拉锯战 随后 随阳帝杨广派江都通守王世冲率兵 支援东都 还命他截至各地 救援洛阳的随军 虽然王世冲胜少败多 被李密打得损兵折将 但杨栋却不得不依靠他对抗李密 于是派人 对王世冲好严安抚 鼓励他继续作战 还调动东都守军 前去支援 大业十四年 宇文化及叛随 是杀随阳帝 于是 袁文都与王世冲等人 于是拥立杨栋为帝 年号皇太 杨栋尊母亲刘氏为太后 还加封段达为右翼为大将军 民部尚书 王世冲为左翼为大将军 力部尚书 袁文都为内使令 左销为大将军 卢楚为内使令 皇府无翼为兵部尚书 右翼为大将军 郭文义为内使侍郎 赵长文为皇门侍郎 自此袁文都与王世冲等七人 掌控了洛阳朝廷大权 十人号称七贵 不久宇文化级率领的部队北上 逼近洛阳 杨栋对此感到担心 于是采纳原文都一简 招响李密 对抗宇文化级和牵制王世冲 李密九宫洛阳不下 担心遭到杨栋 与宇文化级的夹击 于是接受招安 杨栋大喜 于是册封李密为太尉 上书令 为国公 让他率军讨逆 随后李密帅军功打与文化级 取得大胜 王世冲看着李密的势力逐渐壮大 再加上王世冲与李密之前 多次血战一年时间 因此王世冲对李密 是恨之入骨 对朝降瓦港军 也十分不满 因原文都劝说洋栋朝降瓦港军 所以导致王世冲 对原文都也十分不满 七贵之间的关系 也因此关系破裂 分为原文都与王世冲两派 于是王世冲发动将士 打算发动兵变 而另一边的原文 都也不满王世冲拥兵自重 嚣张跋扈 再加上听到王世冲要兵变的消息 便与卢楚 郭文艺 赵长文等人 商议掀下手为强 除掉王世冲 这件事获得洋栋准许 但断达 却向王世冲告了密 导致原文都 卢楚等人惨遭杀害 然后王世冲进宫 假意向杨栋 及刘太后请罪 哭得十分悲伤 杨栋于是出言安抚 说自己对他绝对信任 然后封他为左仆业 总督内外诸军士 自此王世冲 彻底控制了洛阳朝廷 不允许杨栋参与大使 使杨栋 沦为傀儡皇帝 杨栋对此 十分不满 便与既是陆氏 寄途谋除掉王世冲 但因为没有兵犬而作罢 李密听闻 王世冲杀原文都等人而专权 于是留住金庸 拒绝入洛阳府政 随后王世冲率军突袭李密 赢得掩饰之战的胜利 彻底解除了瓦岗军 对洛阳的威胁 李密兵败头靠唐朝 瓦岗军也就此瓦解 杨栋希望利用李密来 对抗王世冲的图谋 也彻底落空 王世冲则因此 威望更高 野心更加膨胀 加速了篡位的步伐 皇太二年 王世冲强迫杨栋锋 他为郑王 相国 加九息 然后王世冲派断达 云定兴等人去面见杨栋 觐见说 大随天命已重 郑王公高德后 希望陛下 效法尧顺 退位让贤 杨栋大怒地回答说 天下是高祖打下来的 东都是士族迎见的 你们是大随的老臣 怎么能说出这种话 段达等人听了 面红耳赤 值得退下 然后杨栋对着母后 流失哭泣 叹息大随 就要亡了 不久王世冲 又派人 对杨栋说 现在天下大乱 需要长军来治理 等到四海安定 我就把皇位还给你 绝不食言 杨栋无奈 值得善让皇位 给王世冲 随即王世冲 即位为帝 建立大政 封杨栋为陆国公 幽禁于寒凉殿 同年五月 宇文如同 裴仁姬裴行严等 随朝旧臣 不满王世冲篡尾 图谋再次复礼 杨栋为帝 结果事迹 不密败路 为王世冲所杀 王世运因此 鼓动弟弟 王世冲杀掉杨栋 以绝后患 王世冲同意 于是派侄子王行本 前去杀害杨栋 王行本拿着一壶 毒酒到杨栋面前 劝他饮下此酒 杨栋自知难逃一死 于是恳求王行本 希望在临死前 见母亲流失一面 但被拒绝 杨栋 于是焚香礼佛 对着佛像祈祷说 希望以后 不要再转生帝王之家 随后 杨栋喝了毒酒 但毒药并未 立即发作 王行本不愿再等 于是将杨栋勒死 结束了他悲惨的一生 而这一年 他才16岁 总的来说 杨栋是 王世冲雍丽的傀儡皇帝 身处权力中心 与随末乱世的格局 无力改变自身命运 与挽救随朝 成为王世冲称帝的牺牲品 因此不愿再重生 帝王家受苦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